李懿 我覺得很受益 我自己的背景可能是 我最早的時候在國內做的是 IT這塊的 後來兩千年一年以後 我覺得進了很多的學生 我就進了醫療系統去學醫了 後來就做的就是 很奇怪 今天大家 你們兩個都做股科 我做肥腰腹病 肥腰腹病這塊也跟股科有一定關係 很驚訝 對 什麼意思 你們我不懂你們 我也做過 這個市場 搞醫學 做過跨境電箱這一塊 我覺得 跨境電箱 這是 跨境電箱的主師爺 他也是搞跨境電箱 對 我覺得 剛剛我聽了很收益的一點 就是 剛剛 唐老師好 我應該是 一段的老師比較好 對 他剛剛講了一個東西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是 環境思維 如果就是說 做的是一種趨勢性的東西 當很多人 沒看好的時候 當這個市場 屬於最風險高的時候 大家恐懼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的機會的時候 我剛覺得 其實特別深刻 是的 好的 好 我就分享到 好 好 建妮你也分享一下 建妮 我也不 你介紹一下 我分享一下 我來這裡 我是98年 我來到加拿大 一會兒把整個的青春 已經都獻給加拿大了 但是 也很幸運 那麼加拿大 將來也給我一份養老保障 但這錢夠不夠花呢 很難說 所以現在呢 趁著我 還有精力 有體力的時候 我就想 怎麼能更多的賺錢 那麼我來加拿大之前 在中國呢 我是開工廠 我開了十年工廠 汽車 我是沈陽金杯汽車的 後來因為大學畢業之後 我有這方面的工程師嘛 所以成為了一個企業 那麼掙了點錢之後呢 我又移民到加拿大 在酒吧裡 企業家移民 我就來這裡 來這裡之後呢 做過餐館 酒吧 然後在銷售領域 一直在做 那麼前幾年呢 看來這個命運 把握在別人手裡 是最不安全的一件事 那個溫迪也知道啊 也不管你做得多高 做得多好 當受到利益衝突的時候 也可能會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沒有什麼 一條路一直走到底的 這樣一件事情啊 很多人告訴我 永續收入那時候 我覺得我努力 我一定能拿到永續收入 對不對 實際都是謊話 就是說我們今天努力 我們能得到回報 是最現實的一件事情 很現實的一件事情 那我後來就想 怎麼能掌握在我自己手裡呢 那我就逐漸轉移到房地產 這一塊 我就有了點錢 我就買房子 買房子 然後我給它賣出去 逐漸的可能一個房子 有二十萬的收入 三十萬的收入 五六十萬的收入 就是說現在呢 我還在繼續做這個行業 不能說職業是一個行業嘛 因為做了很多年 有了一定經驗 那現在呢 蕭總找到我之後呢 說有這樣一間公司 我就覺得 哎這個公司 比其他公司 首先說靠譜 就說這公司呢 必定我看有一些 法律可以依據啊 那麼這公司 上市公司 法律法規 還是比 我以前做過一些什麼 投資資金盤呢 私募啊 我覺得比它 安全一些 然後呢 覺得這也是一個 非常好一個項目 就是說 對我自己也有利 能保護投資人的利益 公司也有利益 然後呢 我也希望公司的股票 連接連往上走 我想從從獲利啊 這樣的 所以說 今天呢 就把大家請來也是 如果大家感興趣了 因為這個生意做起來 對為 作為一個經理人來說 我們做市場來說 提其他的行業容易 那麼就利用各種宣傳渠道 把這樣好的一個信息 完了 然後告訴身邊的人 通過微信 微博 一切渠道 讓別人知道 我們綠色能源公司 現在發行一個可兌換代賺 因為這個呢 大家可能是通過我們的宣傳 他會跟你聯繫 然後我們呢 將來就會陸陸續續 每個星期 我們就把這樣一個信息 我們就跟大家去做一些宣傳 當有一些人獲利的時候 其他的人 他也會不斷地打聽 那這是什麼一間公司 然後呢 你怎麼獲利的 怎麼安全 有什麼保障 但我們 我們把這些好消息 發不出去的時候 實際每一個人的利益 我們相對的也就來了 這就是我整個的過程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來加拿大的心得 二十四年 終於找到了組織 應該是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我就講一下我自己的 我自己是這樣 我自己比較簡單 我大學畢業以後 就是到研究所工作 我的專業是比較窄的 很狹窄的一個部門 我是具體來說是 比較少的專業 我是學氣象的 氣象 而且你都很具體 我是做颱風的 颱風啊 颱風啊 所以說 我來多倫多以後 多倫多沒有颱風 是吧 我來到這裡以後的話 我滿身的本事 就沒有用了 哈哈 我跟妳講啊 你這個颱風 我跟妳講 照點颱風 對對對 其實呢 多倫多的颱風 不在氣象上 在金融上 哈哈 哈哈 比如說現在很年輕的 講了什麼大數據啊 什麼 我想這一開始的話 都是大數據 我們同學說 就是在氣象部門 就是素質模擬的 這些東西 對對對 氣溫啊氣壓 全世界 大家都是合作的 對對對 那沒有辦法 來到這個地方 我也不想到海洋省去 那我就這邊就改航了 基本上 學了一個比較普遍的 學了一個計算機 在多倫多大學 拿了一個學位 是吧 然後拿一個學位 然後就是 電腦公司上班 過了一段時間 是吧 技術移民走的道路 那後來就 也不太喜歡 對吧 那個 也比較覺得boring 然後出來就是做 那一口氣 我就考了一個保險經濟牌 和地產經濟牌 兩個都做 也做了大概十七八年了 這兩個都堅持做下來 都還不錯 然後慢慢的話 我就 這幾年開始 實際上 無論是保險啊 還是金融啊 實際上都可能賺了很多錢 所以我這兩年的話 就開始自己慢慢 變成自己肯定的一個投資人 我就是買一些物業投資 就是出租出去 就是在環東 就當環東 也很高興認識那個譚先生 我就很佩服譚先生這種精神 碰到這麼大的事情 能夠明年六十五歲退休了 還能夠組織這個活動 我就想過來聽一下 這種open mind的一些主意 因為我 從我背景來說 我大多數的同學 他們還是在 那個一模三分地 就是還在做那個東西 還是 但是我覺得 就是世界會比較寬廣一點 就是open mind 沒有什麼壞處 我就是這樣的感覺 今天我們又聚在一起 越來越多 越來越一個新的田地 對 對 然後製造一個金融台風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